大家好,我是不慌 今天给大家介绍的是犯罪悬疑英剧《百变艾琳》 这个女人可太狠了 前有灭火器杂敌,化身博尔特逃命 后有引爆汽车杂敌 但是如果你以为女人就这么点本事 那就大错特错了 女人名叫艾琳,居住在西班牙的巴塞罗纳 现在的身份是一名临时的代课老师 对于之前的身份,这里我们先卖个关子 后面再说 五年前,艾琳带着女儿哈勃从英国偷渡到巴塞罗纳 过了大赢于世的生活 在这里,她结识了自己的丈夫大壮 与对方组建了新家庭 大壮非常喜欢哈勃 所以哪怕她不是自己的亲生女儿 也一直将其视如己出 艾琳也一直过着这种幸福快乐的生活 一直持续了五年之久 然而,随着一场超市结案的发生 她的生活被彻底打乱 这一天,艾琳带着女儿前往超市购物 倒霉催的她遇上了抢劫 艾琳临危不乱 迅速地将女儿藏在了木板之后 自己也躲藏了起来 打算等面具劫匪离开再出来 怎料,女儿因为过度紧张 一不小心碰落了木板上的水果 一名劫匪听到动静 举枪上前查看 眼看哈勃就要被发现 艾琳果断站了出来 先用番茄酱直击劫匪面门 跟着快速出手 与对方扭打在一起 因为男女力量悬殊 所以艾琳在最开始也没有站到好处 直到她摸到了一根簪子 局势才有所好转 艾琳将其插进劫匪大腿 趁着对方吃痛松手的间隙 她捡起地上掉落的手枪 一发打中劫匪腹部 对方瞬间失去战斗能力 没想到 当艾琳摘下劫匪面具 却发现 她居然是自己之前认识的人 而劫匪称呼艾琳使用的是凯特的名字 艾琳听到这个名字 有些恍惚的同时也感到非常痛苦 很显然 她有一段不甘回首的往事 另一名女劫匪听到枪声之后赶了过来 好在此刻 警笛声从四面八方袭来 女劫匪也来不及多想迅速逃离现场 而艾琳杀敌的这一幕被哈勃全都看在眼中 她也意识到 母亲似乎并不单单只是一名教师 很快 劫匪被送去医院进行急救 艾琳也被带走做身体检查 经过初步诊断 她只是表皮擦伤并没有大案 随后艾琳来到劫匪病房 她拒不承认 下一秒愤怒的劫匪从病床上爬起 然后一时急火攻心惨死当场 第二天艾琳回归到正常生活 照上上课 可她因为在超市的壮举被众人熟知 所以大家都将其当成了英雄 艾琳受到了追捧 甚至还上了抱着的头版头条 可是艾琳却并不想这样 这时她的警察邻居马丁照上文兰 她负责昨晚的抢劫案 马丁让艾琳明天去警局做笔录 在此之前 马丁拿出便利店的监控视频 想要艾琳跟自己解释一下 她的身手是怎么回事 马丁怀疑艾琳有着另一层身份 艾琳谎称是因为母爱 使她迸发出无尽力量 最后艾琳三言两语就将马丁打发走 但她的奇怪举动 还是让马丁起了疑心 开始对她格外关注 发现艾琳的身份 有很多地方存在造假嫌疑 对方似乎是在刻意隐瞒自己的真实身份 自从见过劫匪 艾琳也变得心事重重 且疑神疑鬼 路完口供回家的路上 身后出现一辆奔驰车 艾琳瞬间变得紧张起来 脚下不自觉驾带油门 但到最后才发现 这是虚惊异常 事情发展到这儿 她已经想要离开巴塞罗那 重新换个地方生活了 哈勃得知这件事 一脸的不情愿 她不想离开这儿 她非常的喜欢巴塞罗那 另一边大壮也发现艾琳的反常 想要跟她聊聊 可每次都被对方搪塞过去 久而久之 大壮也对艾琳产生不好的怀疑 这天学校组织音乐去表演 艾琳准时参加 没想到另一名女劫匪 却出现在音乐区现场 艾琳将其堵住 想让她立马离开 女劫匪上去就是给了艾琳一巴掌 然后表示他们找了她五年 女劫匪让艾琳把东西拿出来 就当所有事都没发生 不然就要对她的家人下手 艾琳一听这话 眼中万起杀鸡 女劫匪从腰间拔出匕首 与艾琳撕打在一块 两人一路从楼岛杀进了教室 艾琳伸手不凡 一招一拾竟显专业儿子 但女劫匪也不差呀 她找机会掐住艾琳脖子 危急关头 艾琳摸到桌上的铅笔 直接刺进女劫匪的脖梗 就在这时 马丁突然出现在现场 整个人都懵了 艾琳解释 对方是超市的利民劫匪 来为同伴复仇 很快 没有选择报警 而是带着艾琳一起 将尸体拉到树林 掩埋了起来 艾琳想知道 马丁为什么帮自己 后者解释 因为她是自己铁哥们的妻子 除此之外 马丁也有件事情 需要艾琳帮忙 以她的身手的话 一定能够完成 看来马丁帮助艾琳 是带着自己的目的 马丁最近正在调查 一个犯罪集团 可是这个集团的防范措施 非常的严密 做事滴水不漏 马丁查了半天 只接触到了他们的律师 马丁准备拿她 作为突破口 只是上级迟迟不批搜查令 无奈 马丁只能想点别的找 她将一个装有病毒的U盘 交给艾琳 拜托对方潜入律师家 将其插入电脑 马丁调查过 几分钟前 律师刚出门 所以现在她家中 只有几个庸人 在打扫卫生 艾琳本不想答应 可惜现在马丁手上 有她的把柄 她不得不照做 艾琳拿着U盘下车 从后门进入律师家 一路小心翼翼的躲避着庸人 顺利的来到律师的二楼办公室 然后将U盘插进电脑 没想到 在等待病毒植入的过程中 律师突然折返了回来 马丁第一时间通知艾琳 让她离开 后者不想半途而废 结果便是错过最佳的撤离时间 被律师的管家发现 艾琳开启逃跑模式 律师却拿枪追上来 将她控制住 艾琳临危不乱 回头打掉对方手枪 直接从高处跳入水中 从此逃过一劫 在远处观望的马丁 被艾琳的举动当场震惊到了 艾琳游上岸 在沙滩上偷了一件衣服 然后返回了学校 等到她放学回家 看到马丁在此等过多时 后者见艾琳没事 悬着的心 这一采放了下来 艾琳希望这件事能就此结束 马丁给出肯定的回答 次日艾琳有些不放心 准备找马丁聊一聊 然而得到了她家 艾琳却发现 屋里是一片狼藉 马丁不知所踪 艾琳顿时意识到清光不妙 她在地上捡到马丁的手机 通过上面的定位系统 找到对方汽车位置 随即赶了过去 发现是律师派人将马丁抓走 此刻马丁正遭受非人的折磨 艾琳注意到 房间桌子上放着一把电击枪 她慢慢上前将其摸走 先是电音律师手下 接着又给了律师一下 最后艾琳就向马丁逃命 越来越多的手下追来 艾琳并不恋战 打倒几人就跑 最终艾琳搀扶着马丁上车 一脚右门离开现场 在路上 艾琳想知道这是怎么回事 马丁如实的告知 她此前欠了非常多的赌债 被律师要挟帮其做了很多的坏事 可是律师始终是不依不饶 于是马丁便想利用艾琳 往她的电脑里植入病毒 获取她的一些把柄 结果还是被律师识破 眼下律师也在寻找艾琳 马丁很抱歉将她牵扯进来 艾琳懒得废话 跑去药店 帮她购买包栽用品 没想到律师突然出现 她没有攻击艾琳 而是拍下一张照片后离开 律师打算查出艾琳身份以后 才进行动手 艾琳健壮快步追了上去 将律师在大街上拦下 艾琳刚准备解释 马丁忽然开车出现 将律师当场撞死 这下完蛋了 艾琳被牵扯得越来越深 她带着律师的手机离开 但更糟糕的是 他们当初掩埋的尸体 竟然被人发现了 好在有马丁帮忙顶着 才没有查到艾琳身上 律师手机被毁严重 艾琳想知道 自己的照片有没有暴露出去 马丁通过病毒软件 查询了律师手机 发现在事发前 律师把照片发给了自己的助理 艾琳得知此消息 第一时间赶去助理家 后者一看到艾琳 立马举起了刀 艾琳双云来意 希望助理能够删掉那张照片 既然助理不同意 艾琳直接空手夺白刃 并表示自己没有什么恶意 而助理却忙着在逃跑 艾琳想知道是怎么回事 助理解释 昨晚死去的律师跟黑帮有关联 她利用特使手段帮他们洗钱 律师死后 黑帮成员冲进办公室 寻找律师手中的账户 却发现里头的钱不见了 黑帮无以为是被助理打走 所以现在在对其进行追杀 就在二人说话间 几个壮汉冲了进来 艾琳不得不出手 与其扭打在一块 并找到机会带着助理逃跑 没想到在慌乱间 助理手中的钱箱被弄洒 里头的现金是撒了一地 趁着壮汉捡钱的功夫 艾琳带着助理逃跑 或者气到不行 居然还想回去拿钱 等到安全的地方 艾琳让她删照片 助理表示删除照片可以 但需要艾琳给她赔偿 无奈 艾琳只能同意她回家拿钱 但是因为钱不够 艾琳还将手势卖掉一些 总算帮助理筹够跑路钱 艾琳拿着钱回去找助理 没想到刚删除手机里的照片 黑帮成员就杀了过来 艾琳提前看到这一幕 拿起灭火器藏在门后 两名打手进来的瞬间 她迅速干掉两人 捡走对方手中的枪 带着助理逃跑 路上艾琳与打手们互射 混乱间助理手中的钱再次洒落 她跑回去捡 然而这一次她没那么幸运 被打手一枪干掉 而艾琳边打边退 躲在一辆汽车旁 这时她注意到汽车油箱被打爆 艾琳灵机一动 果断开枪点燃汽油 然后借着爆炸的余波 顺利逃离现场 跳上一辆大货车 结果自己一个撂呛 艾琳摔下车晕倒在路边 另一边 女劫匪的尸体被挖出 警察查出了她的身份 居然是英国的通缉犯 五年前在英国犯下 今天抢劫案以后消失 很快 女劫匪死亡的消息传回英国 一个女人对此十分关注 此人名叫Lisa 曾经也是劫匪中的一员 只不过她没有那么幸运 Lisa在抢劫现场被子弹击中 抓进了监狱 刚获得假释的她就看到了这则新闻 除了女劫匪案件以外 她还注意到了艾琳的新闻 于是 她不顾假释条例的规定 毅然决然前往巴塞罗那 Lisa迫切地想要找到艾琳 两人之间有什么渊源呢 而在此期间 哈勃也逐渐回忆起一些事 艾琳似乎不是她的亲生母亲 随着巨星的发展 艾琳的另一层身份 正式浮出水面 原来在几年前 她是英国某警校的学员 各方面十分出色 如果能够顺利毕业 她将会是警队兼兵 可惜一场打架事件 葬送了她的未来 好在 军情六处给了她一次机会 成为了一名特工 执行一项卧底任务 潜入当地某犯罪团伙 摸清他们的下一次行动 为了艾琳能够潜入 军情六处抹除了她所有的身份信息 而这个团伙 便是Lisa所在的枪劫组织 彼时组织急需一名司机 所以车技了得的艾琳 甚至应聘 嫁入其中 并与Lisa成为了好朋友 很快 团伙头目胡子男 收到一笔国外资助 开启新的任务 抢劫一批黄金 艾琳第一时间 将消息告诉上级 同时呢 她也有一个顾虑 Lisa有一个五岁女儿 一旦Lisa被捕 组织上会怎么处理小女孩 组织的态度 让艾琳非常寒心 谁会去关心一个罪犯的女儿 但艾琳非常喜欢这个小女孩 却也没有办法 行动开始前两周 胡子男发现金户防御有所加强 绝对是内部人士泄密 她把怀疑对象放来了新来的艾琳和气修工上 艾琳在Lisa的担保下艰难系统嫌疑 而气修工因为过度紧张 情绪崩溃 被胡子男误以为是警察卧底 安排手下除掉了对方 眼看死了人 胡子男决定提前抢劫计划 艾琳将消息通知上级 便让他们将自己抽离出来 然而上级的真正目标并不是胡子男 而是她背后资助其行动的金主 上级完全不顾艾琳生死 旨意让她卧底下去 她十分寒心 心中逐渐有了别的想法 很快 艾琳随着队伍出发 在指定位置拦住运送黄金的车辆 控制现场人员以后 用牵引绳将车辆翻了个跟头 接着找到底部控制器 放上炸弹 伴随着一声巨响 车门被炸开 满满一车黄金 尽手眼底 胡子男安排手下开始装带车离 没想到途中一辆警车突然出现 双方不得不爆发激战 最终警车车他被打爆 来了个360度旋转 落地暴飞 车上警察只能眼睁睁的 看着劫粉们离开 艾琳他们回到秘密据点 刚开始卸黄金 大门就被人炸开 紧接着一辆警车冲了进来 双方爆发激战 艾琳看到这一幕 顿时意识到自己被上机丢弃了 Lisa被子弹击中 倒地不起 艾琳上车准备逃离这是非之地 一转眼看到Lisa的女儿 于是产生了侧影之心 带着她一起逃跑 原来准了半天 哈勃是Lisa的女儿 后来艾琳带着哈勃来到巴斯罗纳生活 艾琳在逃跑时 车上还有这一袋黄金 也许女劫肥要的东西 就是这袋黄金 而哈勃因为受到惊吓 导致一些记忆缺失 也误以为艾琳就是自己的母亲 时间回到现在 艾琳一直想过着隐性埋名的生活 可惜事与愿违 招惹上很多的麻烦 遭到黑帮追杀 而此刻艾琳从昏迷中醒来 发现自己被人送到了医院 她消失的这段时间 所有人都非常着急 艾琳醒来的第一件事 不是给丈夫打电话 反而是将现在的情况告诉了马丁 因为艾琳被送到医院时 全身上下没有能够证明身份的证件 外加艾琳被发现的现场周围 还发生了枪战 所以艾琳醒来以后 警察便来到医院 要对她进行问话 艾琳不能被他们抓住 开始想办法溜出转 她走进员工更衣室 本想换上护士装 来一场浑水摸鱼 可惜还是被警察发现 迫不得已 她只能跳窗来到房顶 开启跑酷模式 来到街头 一辆警车拦住她的巨乳 艾琳果断出手 抢走警车逃窜 路上她打电话给马丁 在对方的指挥下 外加出色的车技 成功甩抬身后追捕的警察 随后艾琳回到家 大壮想知道 她消失的这段时间都去哪 艾琳没法说 但是大壮想要一个合理解释 无奈艾琳只好谎称 自己有酗酒的毛病 昨晚她喝多了 出了城 大壮听到这里 居然没有怀疑 选择了相信 艾琳上楼去找哈勃 看到对方正在画画 里面竟然出现了 女劫匪的身影 直到这一刻 艾琳意识到 哈勃的记忆 似乎在慢慢找回 与此同时 马丁依靠律师电脑里的资料 出警 查封了一批黑老大的面粉 至此 马丁的处境 也变得岌岌可危 马丁对此还浑然不知 把情况告诉了艾琳 后者瞬间感到大事不妙 马丁不以为然 他准备继续深入 把黑老大给挖出来 但很快 他就要为自己的行为付出代价 艾琳这边 最担心的事还是发生了 哈勃的记忆找了回来 好在这些年 艾琳一直将哈勃视如己出 哈勃也在内心认可艾琳 所以当他从艾琳那里 得知母亲已经去世后 也没有过多的悲伤 但哈勃认为 艾琳应该把这事告诉大壮 艾琳思考片刻 同意了这个请求 当天晚上 哈勃去参加毕业舞会 艾琳和大壮 来到他们最初相识的酒吧 来了一场真心话大冒险 借着这个机会 艾琳把哈勃的事告诉了大壮 当然在一些事情上 他还是有所保留 不过 就哈勃不是艾琳亲生的这件事情上 就已经足够劲爆了 能让大壮想换一段时间 只不过 得知这件事的大壮 感觉他和艾琳的婚姻 处处都充满了谎言 一时有些无法接受 选择暂时离开 独自冷静一下 艾琳非常难过 不知该向谁倾诉的他 拨通了马丁的电话 而此刻马丁正在斗牛场 追踪黑老大 完全顾不上与艾琳通话 然而两人刚没说几句 马丁就被黑老大发现 抓了起来 电话这头的艾琳 听到不对劲 急忙赶了过去 黑老大想要知道 那个女人的身份 也就是艾琳 马丁咬死不说 最终他被黑老大残忍杀害 刚好这一幕被赶来的艾琳看见 他急忙离开现场 却被黑老大叫住 连人遇见的那一刻都懵了 黑老大托马斯 居然是艾琳的学生家长 托马斯的结状并没有出手 而是放艾琳离开 此日艾琳跟着大壮 一起出席马丁葬礼 大壮难以介绍 好兄弟的离世 以及妻子的欺骗 所以在葬礼结束之后 大壮带着哈勃回到乡村老家 双方都冷静思考一下 艾琳打算借着这段时间 处理掉所有事 艾琳来到学校 托马斯也出现在这里 他对于杀死马丁很是遗憾 自己给了他很多次机会 可是马丁不珍惜 其实在托马斯的上面 还有着大佬 所以杀死马丁 纯属无奈之举 艾琳则不一样 他可以当做什么事都没发生 这件事到此结束 如果艾琳不肯 后果将会很严重 托马斯之所以选择放过艾琳 是因为艾琳一直在帮他 辅导自己的儿子 并取得显著效果 因此托马斯不忍心杀掉他 然而艾琳为了消除隐患 已经下定决心要除掉对方 他回到家 从杂务室把手枪取了出来 这天晚上 他通过托马斯儿子的 社交软件发布的信息 得知了托马斯位置 他拿枪赶了过去 此刻对方正在举办party 他悄悄潜入其中 来到托马斯房间外 结果遇到一位武术高手 他是托马斯的保镖 一场大战必不可免的开始了 保镖处手很毒 一招一式都是杀招 艾琳完全难以招架 他摸起身边的物品 算是杂晕保镖 这时托马斯从房间里走出来 看到这一幕 他则问艾琳 真不应该来找自己 艾琳举起手枪 托马斯哀求他不要开枪 自己儿子一会儿要过来 托马斯不想让艾儿子 看到自己的尸体 那会对他幼小的心灵 造成难以磨灭的伤害 艾琳听到这儿 放下手中枪 也选择放过托马斯 等他走后 托马斯的眼中泛气杀机 艾琳来到一间酒吧厕所修整 没想到 丽莎却在这时找了上来 原来她通过一路打听 找他们这儿 丽莎开门键上问 哈佛在哪儿 艾琳本想反抗 却被对方看穿 之后 丽莎挟持艾琳去找自己的女儿 艾琳却带着她来到一处交道上 拿出了那批黄金 艾琳想用这些黄金 让丽莎离开他们的生活 然而 丽莎不仅要黄金 就连女儿也要 下一秒 丽莎一枪打中艾琳 留她在交道上 自生自灭 自己则拿上黄金 赶赴艾琳的家 不知过去多久 艾琳从昏迷中醒来 她强忍剧痛往回走 在此期间 艾琳看到一些游客帐篷 她从里面翻出急救用品 简单包扎了一下伤口 开上护灵员的卡车 去追丽莎 而这个时候的丽莎 已经来到了艾琳家 刚好这时大壮带着哈佛回来 直到大壮带着哈佛前往超市购物离开 丽莎才出现 没想到托马斯派来的手下突然出现 将一脸懵的丽莎打晕带走 不久艾琳驱车归来 只见哈佛正在跟大壮玩耍 看到女儿没事 她强春的身体瞬间转了下来 大壮健壮急忙帮她包扎伤口 与此同时 丽莎和托马斯见面 怎料两人居然认识 原来死去的胡子男的金主 竟然就是托马斯 丽莎把艾琳的真实身份告诉了对方 托马斯愤怒不已 当年那场行动 她付出了很多的心血 没想到破坏行动的获迪居然会是艾琳 这下好了 新仇就愿就一起算吧 就在这时 负责监视艾琳家的手下来报 艾琳回家了 托马斯听闻 准备派灭口小队去行动 丽莎怕他们伤到哈佛 于是主动请因把人抓回来 一开始托马斯并不同意 但一听丽莎可以将黄金奉上以后 托马斯才改变了想法 不过她在私底下还是派出了灭口小队 当时稳定的艾琳 让大壮把女儿带去安全地点 前见二人刚走 灭口小队便赶到 艾琳给自己注射了一针腎上腺素 然后打倒来犯之敌 跑出家门口 众多杀手 未遂而至 却都被艾琳一一秒杀 然后她选择藏了起来 另一边 丽莎找不到艾琳 通过追踪大壮 她找到了哈佛 可惜哈佛并不认她 死死的躲在大壮身后 不久 托马斯手下也赶了过来 将哈佛和大壮带走 让她想办法找到艾琳 并将其带回去 就这样 丽莎利用手机联系上艾琳 两人约在一处餐厅后厨见面 艾琳摆好架势 准备拼死一搏 丽莎表示 自己不是来打架的 眼看哈佛被托马斯抓走 两人应该合力先救他们 其实丽莎只要把艾琳带回去 就能换回女儿 但经过这几次的了解 丽莎意识到 女儿跟在她身边是不会幸福的 丽莎打算把哈佛留给艾琳 既然目标一致 他们重新展开合作 丽莎假装抓住艾琳 把她带到托马斯据点 趁托马斯放松之时 两人快速出手 夺下托马斯手下身上的枪 跟着双方爆发激战 托马斯保镖人数众多 丽莎他们选择兵分两路 丽莎主动出击吸引火力 艾琳则找机会去救大壮痕哈佛 最终的结果是 丽莎被保镖枪杀 艾琳杀进托马斯办公室 救出丈夫和哈佛 她让二人先走 自己留下与托马斯对峙 托马斯趁机想要拿枪 可惜艾琳速度比她快 就这样 托马斯没心中担 当场死亡 最后 艾琳向大壮坦白一切 重新获得对方的信任 一家人也搬离那块是非之地 开始了整形的生活 事情真的能这么顺利吗 答案是自然不可能 艾琳在英国的上级又找到了她 希望对方能再次为自己效力 故事到这里就结束了 喜欢的话请点赞订阅 我们下期再见